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鬼面人 接连杀死了三大门派的掌门 并且手段非常的毒辣 凶手是一个带着鬼面具的鬼面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 凶手出凶之后 四岁人的尸体 渴死者的肉 渴死者的血 无情在保护华山派掌门时 亲眼见到了鬼面人 鬼面人的轻功登峰造极 在无情的印象之中 就只有诸葛神猴和追命才能与其相比 但是我十分配合你的想象力 你怎么能把追命师傅和鬼面人联系在一起 诸葛神猴认为武林中卧虎藏龙 有这样的高手不足为奇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保护好剩下的五大派掌门 防止鬼面人进一步行凶 在诸葛神猴的命令下 无情和铁手来到了峨眉派 可惜两人等了整整两天 也没能等到鬼面人出手 就在铁手耐心耗尽之际 一个峨眉弟子闯了进来 说出后院突然燃起熊熊烈火 无情和铁手对视一眼 连忙前去后院查看 见到了大量峨眉弟子的尸体 吴晴意识到中了吊虎离山之际 又和铁手折返了回去 铁手推开房门的一瞬间 一道白影冲天而起消失不见 峨眉掌门躺在床上嘴角流血 已经遭到鬼面人的毒手 经脉进断命丧黄泉 两个时辰后 诸葛轻轻见到一个白色身影 进入了诸葛神猴的房间 诸葛轻轻好奇之下 敲响了诸葛神猴的房门 然而诸葛神猴像是刚刚睡醒 让诸葛轻轻感到疑惑 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次日清晨 诸葛神猴早起练功 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 他的功力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让诸葛轻轻不禁感到惊奇 诸葛轻轻给诸葛神猴送来莲子汤 顺便询问起诸葛神猴 昨晚是不是去了哪里 诸葛神猴认为诸葛轻轻看错了 以他诸葛神猴的武功 谁能进入他的房间又能不被他察觉 诸葛轻轻见诸葛神猴否认 只好悄悄找到了吴晴 将昨晚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 诸葛轻轻的话提醒了吴晴 吴晴表示会多多留意 话分两头 兔大师找到了林洛时 禀报江湖上出现了一个鬼面人 先后杀死了四大门派的掌门 武功之高恐怕不弱于诸葛神猴 兔大师担心这个鬼面人 会影响到林洛时统一武林 询问是否要设计将其除掉 得知鬼面人竟是林洛时的手下 吴大师顿时放下心来 同时出言连连称赞 这样的顶尖高手也能为林洛时所用 他来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夜晚降临 诸葛神猴悄悄离开了房间 吴晴白天听到诸葛轻轻的话 守在门外恰好见到了这一幕 这 什么 此日清晨 吴晴敲响了诸葛神猴的房门 见到了顺意朦胧的诸葛神猴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 诸葛神猴昨晚去了哪里 我当然是在屋里睡觉了 睡觉 是这样 昨天我睡觉之前 看见有了黑夜 从院子里飞了出去 觉得不太平静 就追了上去 结果 咱们变睡了 回来以后 我担心您的安危 过来求您的努力 但是您没有答应 我还以为 您出去了 诸葛神猴作为顶尖高手 警觉性应当是非常之高 再加上诸葛神猴打尸的鞋子 更加引起了无情的怀疑 这时铁手快步走了过来 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出事了 武当派的掌门 昨天夜里 被鬼灭人给杀了 什么